加入标题素材,并设定成动画效果 那我们刚刚做盒码,对不对?那盒码呢,我们请同学把它拖曳到第二轨 因为文字在上面,它就会在最上方 好,接下来按右键,新增字幕素材做标题 那点一下 我输入short time,有没有 那这个进来以后呢,字也许不用到那么大,我们先改成60好了 80 好,那字体当然你可以从这地方点键头下来做选择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可以编辑起点哦,当我点编辑起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来设定什么,比如说,它在什么地方,50%的大小 然后呢,开始的位置,有没有 接下来,点选编辑终点,再来点50% 好,再来结束位置 好,大家看一下哦,起点高度可以对 那如果高度呢,同学可以透过y这边来做设定 好,y在122,那终点的地方,我们高度一样 122,Enter,这样就可以确保起点跟终点两个高度一样 我现在在这里做期望,起点中你们发现高度一样 因为都控制在122的位置 好,这时候我再按确定 那就完成一段show time的字幕 这时候我再把它拉到影片诡异 好,来,那我们点选最前面来播放看看 好,最前面这里来,点选专案预览,再点选播放 那专案预览的时候呢,你可以脱一这块 好,再来看见哦,好,再移到最前面的地方 好,来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字呢,是从这边把它移过来 完成了动画文字的效果,那我们再看一遍 那这个字呢,字幕时间是可以移长的 譬如说我移到从这里,从这里开始好了 好,那,这里是播放时间 我们可以从这里 好,来,点选专案预览 前面呢,是影片片头 到这个地方来,就会加文字 对不对 好,文字快出现了 那文字出现了之后 它就会从我们左边一直移到右边来 好,如果要修改呢,按两下 对不对 那编辑起点的时候呢,就把它拉到 这里来 那编辑终点的时候,就把它拉到这里来 高度要设一样哦,120好了 设120,Enter,对不对 然后呢,120,Enter,这样高度就会一样 好,再点选确定 确定完以后呢 来,那我们再把它拉进来一次 Delete键 再拉进来 好,那我们再来试播一下这一段 专案预览播放 那字呢,就从右边移到左边来 所以呢,透过这种方式 有点是做文字的动画效果 当然,位置如果不对呢,高度要调的时候呢 好,这个是时间哦 好,在这里按两下 做修改 你可以把它文字整个往下移 好,再来按确定 那起点呢,终点的时候看一下 好,这起点终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样改可不可以 马上试就知道了 直播这一段 专案预览播放 好,那位置可以点,对不对 在修改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同学 修改的时候要特别提醒你 因为起始点的地方 你要点这个 编辑起始点 这个要搭配,要往下移 编辑结束点 搭配往下移 这样才是真的移动位置的地方 好,确定 好,这时候就看得见,对不对 这时候再来播放 就完成了这个动态文字的设定